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皇后,皇帝敬重她,百姓爱戴她,官员拥护她,就连后宫的嫔妃都喜欢她,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团宠,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后,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几发妻子马皇后。 那她为什么能够人见人爱,花见花开呢?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。 马氏在民间传说中大名为马秀英,但真实姓名在史料中没有记载,只知道她自幼丧母,年少时家里条件很不错,但奈何她有个仗义舒财的父亲,于是家道中落。 钱没了就没了吧,却没想到她父亲竟因为一件小事儿惹上了人命官司。 杀人偿命,这自然是没得说,但好在临终前她终于做了回靠谱的事儿,把自己唯一的女儿托付给了好友郭子兴。 郭子兴夫妇见着小女孩乖巧伶俐,便收她为义女,并视若即出。 平日里,义父就教她认字画画,义母则教她刺绣,女工等针线活。 这姑娘也机灵,教什么很快就能学会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出落成一个不仅长相漂亮,而且能读书,能写字,又能做针线活的大家闺秀。 1352年,也就是马氏20岁的时候,有一个长相奇特的和尚来投奔郭子兴,这个人就是已经25岁的朱元璋。 郭子兴见他长相不凡,便把他留在身边当清兵。 而朱元璋也很争气,才入伙不久,便在军中闯出了自己的名声。 郭子兴越发欣赏他,觉得此人将来一定大有造化,便把自己的义女马氏许配给他。 就这样,朱元璋成了大帅的成龙快婿,在起义军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。 郭子兴也越发地信任他。 婚后,马氏很快进入了妻子的角色,给予朱元璋最全面的支持。 人红是非多,枪打出头鸟,朱元璋也不例外。 郭子兴的两个儿子见朱元璋在军中声势威望不断壮大,甚至都快超过自己了,自然是看在眼里恨上心头啊。 于是,平日也不怎么对头的兄弟俩拧成一股绳,不断在父亲面前诋毁朱元璋,说他要密谋篡位。 郭子兴虽然看中朱元璋,但他本身性格也不咋地。 既才户短,好听谗言,遇事又优柔寡断。 在自家儿子和几个部下的挑唆之下,郭子兴对朱元璋的猜疑如同熊熊烈火,越烧越旺,最终爆发。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,朱元璋像往常一样顶撞了几句,郭子兴立即怒发冲关,直接下令把朱元璋给关了起来。 郭子兴的两个儿子知道这个消息后,那是高兴得不得了,觉得除掉朱元璋的时机已经到来,便令牢头不要给朱元璋饭吃,想把他活活饿死。 见朱元璋不久回家的马氏,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,骗去厨房偷饼,悄悄地给自家男人送去,怕被发现每回都把饼塞到自己的怀里。 朱元璋是没被饿死,但是马氏的胸口都被刚出锅的热饼烫烂了。 朱元璋知道此事后,替似横流,娘子,你放心,我老朱一定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 马氏还把自家的金银珠宝拿了出来,送给郭子兴最受宠的小妾,让她帮忙吹吹枕边风,这才把朱元璋给救了出来。 朱元璋常年领兵在外,马氏不顾战事辛苦,随军出征。 为了让朱元璋吃饱,她会提前准备好干粮腌肉,而这些都是从她自己的口粮中省下来的。 为了照顾朱元璋的饮食起居,马氏还充当了秘书的角色,把朱元璋在行军作战时的军令文书,随手写下的扎记,备忘录,整理得井井有序。 朱元璋一有需要就从包袱里拿出来,从来没有出过差错,即使没有随军到前线,马氏也会在后方组织妇女为士兵缝制鞋子和衣裳。 力量虽小,但却让将士们感受到了大帅夫人的一片爱兵之心。 有一次,大战在即,马氏敏锐地察觉到军心浮动,当机立断,把自家的金银珠宝拿出来犒劳三军,以此来稳定军心。 在朱元璋初期创业的岁月里,马氏的到来让他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 他的亲情支持,也让朱元璋在危机重重的创业路上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力量。 好在,朱元璋也不是那种薄情的人。 1368年,在南京登基后,立即封马氏为皇后,此时马氏已经年近四十,风餐露宿了这么多年,现在终于可以功成身退,向受荣华富贵了。 对于马皇后的付出,朱元璋一直记在心里,他迫不及待地要回馈马皇后,主动提出寻访马氏的宗族亲戚,给他们风绝赏观。 要是一般女人知道了这个消息,可不得欢天喜地,但是马皇后却表现得异常冷静。 以官路撕给外戚不合法制为由,激励推辞。 虽然已经贵为皇后,但马氏还是保持着以前的生活习惯。 他节俭朴实,吃的是粗茶淡饭,穿的是缝补后的旧衣。 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感染着周围的人,让朱元璋十分佩服。 都忍不住向官员炫耀自己有个好皇后,还把马氏逼做唐朝的长孙皇后。 说家有良妻,如国有良相。 都说高处不胜寒,朱元璋似乎也陷入了这个怪圈。 登基之后,脾气越发地暴躁多疑,经常在朝堂上大发雷霆,动不动就对大臣用刑甚至屠戮,一发脾气就六亲不认,连太子朱标的劝诫都听不进去。 但也有个例外,那就是马皇后,他经常对朱元璋蜓言归劝,因此保护了许多人。 其中最著名的应该就属宋东阳马生旭的作者宋莲。 宋莲是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,他还兼任太子的老师,一辈子老实芭蕉,只知道教书育人。 谁承想,自己的孙子竟然和胡维庸交到了一起。 宋老师也因此锒铛入狱,就要被大谢八块了。 马皇后听说这件事,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只吃素菜,朱元璋见了便不解地问,你怎么不吃肉啊? 马皇后边说边抹眼泪,老百姓家给孩子请个教书先生还知道尊师众教呢,咱们皇家给太子请的先生却要上法场了,我替宋老师伤心呢。 而且啊,接下来的一个月,我要日日食素,就当是给宋老师做服饰。 朱元璋听了这话,也觉得有道理,最后没有杀宋莲,而是改为流放。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,但凡马皇后听到朱元璋的裁决出了问题,都会尽力地劝说他三思而后行。 马皇后还非常的细心,总能发现细小之处的问题。 在亲自品尝朝臣的工作餐后,他认为食物不可口,于是提醒朱元璋,大臣的饭菜冰凉无味,这不是圣上的仰视之道。 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,改善了朝臣的伙食,他又提出,虽然朝廷为了让学生认真读书,而保他们个人衣食无忧,但却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家人。 家人受苦同样会使其受到影响,朱元璋因此设立红板仓,专门为太学生的家属提供粮食,诸如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。 朝廷上的大臣,民间的百姓,都未能有这样一位皇后而感到幸运。 还有,后宫嫔妃也都十分尊敬这位皇后,虽然朱元璋与马皇后的感情好,但并不是说他的后宫生活就不丰富。 朱元璋的风流史并不逊色于其他皇帝,他宫中的嫔妃数量绝对不少,但马皇后却能很好的理顺和这些女人之间的关系。 他左右逢源的秘诀只有一个,以德夫人。 明史中有记载,凡是被朱元璋宠信过并生下孩子的嫔妃宫女,马皇后不仅不会迫害她们,反而给予了优厚的待遇,处处照顾妥贴。 历史上有些皇帝的后宫那叫一个勾心斗角,嫔妃之间的争斗害死了多少条人命。 但朱元璋的后宫可以说是在历史上都少见的平和,这些都多亏于有位贤良的皇后。 1382年,马皇后突发重病,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,亦或是后宫嫔妃宫女都是在为马皇后祈福,但终究还是无力回天。 马皇后病重,她死前都还在为别人考虑,不肯用药,因为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,一旦她服了药不见好色,朱元璋一定会迁怒朱沙那些无辜的太医,这是她不想见到的。 迷流之际,朱元璋问她可有疑言,她还在为家国天下考虑,希望陛下能够求取贤能的人,听取别人的意见,希望子孙各个贤能,臣民,安居乐业,江山万年不朽。 马皇后去世之后,朱元璋悲痛大哭,不能自给,对她来说,皇后之位再无人看作,而大明也被一种悲伤的氛围笼罩。 有宫人念她慈爱,作歌追颂,我后圣慈,话行家邦,扶我欲我,得怀难忘。 马皇后可能没有孝庄的政治手腕,没有武则天的辉煌政绩,但她却有着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,她做到了一个皇后最该做的母仪天下,这也是她成为团宠的根本原因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,与之后事如何,关注老马,带你去看更多历史趣闻。